Hello 大家好 我是十月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极黑之翼 巴鲁基萨斯》 是一部以剑与魔法为背景的日式西幻动画 本作的企画 原案及原画 都是由曾为《梦幻魔女战》 《梦幻骑士》等知名系列游戏 负责人物设定的大神级画师《七元志志》负责 因此本作中的角色原画有着极为鲜明的赛鲁鲁风格 铠甲设计更是让人大包眼福 早些年 一些媒体曾讲本作冠以《梦幻魔女战》剧场版的称呼 虽然本作中的一些角色设定 确实与《梦幻魔女战》系列中的角色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本作的上映要在《梦幻魔女战》系列发售之前 且两者在剧情上并没有什么关联 另外要说的是 或许是受到时长 制作成本等因素的限制 原案中的很多剧情和角色设定都遭到了删除或修改 这样本作的剧情看起来有些老套 角色的魅力也大打折扣 因此我会在OVA版剧情解说之后 结合《七原之日》绘制的漫画版故事 对本作中的剧情和设定进行补充和延伸 好了 话不多说 开始正题吧 找到银之勇者 我要用这股力量成为世界的主宰 一个阴沉的声音在黑夜中回荡 而夜空之下 一座城市正在烈火中熊熊燃烧 在一名魔导士的指挥下 魔物士兵开始对城中的军民进行无情的屠戮 混乱中 一名银发剑士挺身而出 将一只魔物士兵击倒 剑士的反抗很快引起了魔导士的注意 魔导士一眼便看出了剑士的身份 只是他并没有把这位青铜之勇者放在眼里 一道白光闪过 青铜之勇者被魔导士用魔法轻松击倒 在魔导士命令手下将青铜之勇者带走后 失去最后守护者的城市 在火光和哀嚎中化为了废墟 画面一转 一名牵着鸟兽的银发少女 来到这座位于沙漠之中的城市 此时恰巧城中的奴隶商人不安正好路过 一脸银像的不安 一眼便被少女的美貌所吸引 于是低声命令身边的手下 将少女带来见自己 或许是感受到了不安那让人作呕的目光 少女随手戴上披风遮住了自己的脸 可惜为时一晚 来到城中的酒馆 酒馆老板见少女孤身一人 便劝少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话音未落 不安的手下已经走进了酒馆 知道少女凶多吉少 欲言幼稚的酒馆老板只能无奈地转过了身子 不安的手下来到少女身旁 用言语恐吓少女就范的同时 将手摸向了少女的臀部 没让到少女回手就是一拳 将那名不安的手下打飞了出去 一场恶斗一触即发 虽然几名恶毒手中都有武器 但还是陆续被这位伸手矫健的少女放倒 最后见少女拔出了长剑 自知不敌的不安手下只好乖乖认怂逃出了酒馆 行动失败的几名手下 幸幸回到不安身边 不安则表示 自己并没指望他们这些人能够将少女带回 说着 之前出现过的魔导师 利用传送魔法出现在不安的身后 原来少女的真实身份 正是魔导师要找的银之勇者 雷姆利亚 听过不安的汇报 魔导师卡迪立刻命令手下 在雷姆利亚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夜晚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机即将到来的雷姆利亚 独自走在小巷中 突然 一群兽人从空中抛下绳索 将雷姆利亚和座齐绑了起来 惊讶之余 雷姆利亚注意到了站在高处的魔导师卡迪 回想起惨遭吐落的故乡 雷姆利亚反手抽剑 割断了身上的绳索 然后挥剑直朝魔导师卡迪冲去 然而卡迪的强大远远超出了雷姆利亚的想象 几回合下来 雷姆利亚就被卡迪用魔法击倒在地 昏死过去 再次醒来 雷姆利亚发现自己和一群身穿素衣的少女 被困在地牢之中 一旁的妇人告诉雷姆利亚 这里是不安的牢城 这里有一位仙道师 一直在地牢后面的钟鼠洞 等待着他的到来 雷姆利亚想要继续追问 却被妇人告知 找到仙道师就会知道一切 半信半疑的雷姆利亚 顺着妇人的指引 找到了仙道师 在向雷姆利亚解释了青铜 银 金 三位勇者的来历和使命后 仙道师将一条可以释放勇者之力的项链 交给雷姆利亚 并告诉雷姆利亚 银之力量被释放时 青铜将获得超越金的神力 与此同时 正在自己宫殿中享受着肉林酒池的不安 突然银念一闪 决定在将雷姆利亚送去卡迪那里之前 先品尝一下这位银之勇者的滋味 于是命令手下将雷姆利亚带来自己的宫殿 接到命令的守卫 在地牢内寻找不到雷姆利亚的身影 于是威胁妇人 如果不说出雷姆利亚的下落 就要将妇人的女儿丽安带走进行调教 没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种调教 无奈之下 妇人只好带着守卫 来到雷姆利亚和仙道师所在的洞窟深处 守卫们显然低估了雷姆利亚的战斗力 虽然武器被收走 但雷姆利亚还是凭借赤手空拳 轻松将守卫击倒 可惜等到雷姆利亚等人赶回地牢 丽安已经被刚才的守卫带走了 想到丽安可能遭遇的可怕境遇 雷姆利亚立刻利用刚才从守卫那里 抢来的钥匙打开牢门 然后受益妇人将其他被关押的奴隶 一起释放出来 平日饱受不安欺压的奴隶 冲出牢门后立刻开始了暴动 一时间牢城内火光冲天 喊杀声四起 雷姆利亚赶到丽安被关押的房间 两名不安的手下正对丽安上下棋手 怒不可遏的雷姆利亚立刻冲上前将二人击倒 并在房间内找回了自己的武器 此时不安的宫殿内依旧格武生兵 假意顺从的雷姆利亚被带到了不安面前 就在雷姆利亚抽剑准备刺死不安的一瞬间 没想到这个油腻猥琐的胖子竟然也不是等闲之辈 只见不安眼中红光一闪 雷姆利亚瞬间失去意识 变成了任由不安摆布的人偶 就在不安准备肆意玩弄这位难得一线的银之勇者时 乌云突然笼罩整个牢城 卡迪用魔法轰开了宫殿的城墙 显然他对不安的做法十分不满 就在卡迪质问不安 为什么迟迟不把雷姆利亚送去巴罗尔那里时 仙道师交给雷姆利亚的项链发出了光芒 解除了不安对雷姆利亚施加的咒术 见到仇人再次现身 雷姆利亚挥剑直朝卡迪刺去 卡迪冷笑一声 施法将不安拖到自己面前 用不安的身体挡下了雷姆利亚的剑 雷姆利亚抽出剑再次劈向卡迪 卡迪则利用分身术躲开 然后告诉雷姆利亚 想要找到青铜之勇者 就来天空要塞巴鲁基萨斯 接着在仙道师突然出场 强行加系刷了一波存在感后 雷姆利亚骑上鸟兽 来到了浮在空中的巴鲁基萨斯 由于巴鲁基萨斯设置了特殊结界 除了雷姆利亚以外的人无法进入 因此雷姆利亚只能让鸟兽在外等候 孤身进入巴鲁基萨斯 一番寻找之后 雷姆利亚终于找到了通往王座的入口 只不过这个楼梯 好家伙 这是打算决战之前 用楼梯消耗主角体力吗 见雷姆利亚似乎也和十月有一样的想法 卡迪再次现身并出言挑衅雷姆利亚 为了能够手刃仇人 雷姆利亚只好冲上楼梯 大概是嫌雷姆利亚跑得还不够快 卡迪还为楼梯增加了崩坏模式 凯瑟琳的制作灵感是不是就从这来的 虽然卡迪的扰乱给雷姆利亚增加了不少麻烦 但总算在楼梯彻底崩塌前来到了卡迪所在的楼梯尽头 这一次卡迪并没有像之前一样逃走 而是选择了和雷姆利亚正面对决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之前剧情中不可一世的卡迪 竟然被雷姆利亚轻松秒杀 然而一切并没有完结 逐渐瘫乱下去的卡迪化作一滩乳白色的液体朝王座飞去 恢复成了坐在王座上等候多时的最终boss 巴罗尔的右手 序幕的时候巴罗尔说卡迪是他的右手 我还以为是字幕组少打了个字 没想到竟然真的是货真驾驶的右手 见到被囚禁的米修 雷姆利亚挥剑便朝巴罗尔冲去 结果被巴罗尔一击轻松击倒 之后巴罗尔将倒在地上的雷姆利亚 抓起 想要吸收他体内的银之勇者的力量 眼见雷姆利亚性命岌岌可危 愤怒的米修拼尽全力想要挣脱枷锁 一瞬间银之勇者和青铜之勇者的力量产生了顾鸣 于是在米修挣脱枷锁的同时 雷姆利亚脖子上的项链也散发出力量 将巴罗尔的手灼伤 感觉自己力量已经大幅提升的米修 冲上前与巴罗尔对决 结果再次白给 就在巴罗尔利用魔法继续攻击雷姆利亚的时候 米修趁机上前偷袭 这一次虽然重伤了巴罗尔 但米修自己也受了致命伤 被巴罗尔丢进了深渊 绝望的雷姆利亚愤愤的低语道 巴罗尔简直就是怪物 然而噩梦才刚刚开始 只见本应重伤的巴罗尔 身体竟然从被米修劈开的伤口处 长出了另外一个头颅 变成了长有两个脑袋的怪物 而巴罗尔说出的话 更是让雷姆利亚难以置信 原来巴罗尔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金之勇者 本应背负拯救世界使命的他 因为遭到人类的背叛 被从山崖上推下 落入被称为魔界的魔岛森林 于是巴罗尔开始怨恨 憎恶人类 他利用金之勇者的力量 吸收了魔岛森林中 全部魔岛力量 化身魔王向人类展开报复 说话间 巴罗尔再次发生变化 昔日的英雄 彻底舍弃了人类的身份 堕落为代表邪恶的双头巨龙 再次交收 雷姆利亚早已不是完全 龙化的巴罗尔的对手 在数次被龙化巴罗尔 发出的利刃击中后 彻底无法行动的雷姆利亚 最终被巴罗尔发出的 能量波击穿胸口 就在巴罗尔以为 银之勇者和青铜之勇者 都已彻底被消灭的时候 雷姆利亚的项链 再次发出了光芒 本已死去的雷姆利亚 竟然再次站了起来 然后从胸口的洞中 掏出了一把剑 在剑的光芒照射下 深渊中早已死去的 米修也再次复活 见对方开了复活卦 巴罗尔也不甘示弱 与巴鲁基萨斯融合 成为了传说中 毁灭世界的最终魔神 为了免受巴鲁基萨斯 地面崩塌的波及 雷姆利亚和米修 只能选择逃跑 结果雷姆利亚 还是慢了一步 随着崩塌的石块 一起从高处掉落下去 作为为数不多 知道补刀的反派 巴罗尔顺势朝下坠中的 雷姆利亚来了一发 结果因为巴鲁基萨斯的崩塌 导致结界被破坏 之前被留在外面的鸟兽 在千军一发之际 接住了下坠的雷姆利亚 有了鸟兽的高机动性 和飞行能力 战局再次发生了变化 可惜虽然知道 魔神化巴罗尔的弱点 就是右眼的魔眼 但由于魔神的体型太过巨大 好不容易抓住机会的米修 却发现仅凭一人之力 无法将魔眼击碎 奇奇怪的失败 让巴罗尔有了防备 于是巴罗尔连续发动魔法 朝二人狂轰乱炸 让二人无法再次近身 眼见巴罗尔的攻击 愈加猛烈 二人只能乘坐鸟兽 逃上天空 巴罗尔显然不打算 再给二人逃走的机会 于是石魔神再次进化 竟然长出了巨大的翅膀 只能加速逃离的鸟兽 将二人带出云层 久违的阳光照在二人身上 米修手上的剑 和雷姆利亚脖子上的项链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二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体内涌出 想起仙道师曾说过的 银之力量被释放时 青铜将获得超越金的神力 于是雷姆利亚抓住米修的双手 二人双手相扣 顿时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箭中射出 与地面上石魔神发出的魔法 对撞在一起 最终巴罗尔的魔法 不敌雷姆利亚 与米修的合力攻击 巨大的魔神开始粉碎 空中要塞巴鲁吉萨斯 也发生了爆炸 从空中落下 望着远处开始坠落的 巴鲁吉萨斯 和归来的两位勇者 仙道师低语道 恶魔被消灭 光明的时代来临了 以上就是极黑之翼 巴鲁吉萨斯 OV动画的全部剧情了 前面说过 这部OVA动画 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因此使得剧情 显得有些苍白且跳跃 一些角色的行为 和出场意义 也让人看得莫名其妙 以至于我看的版本的字幕组 都忍不住通过字幕 对动画设定进行补充说明 比如动画中 作为奴隶的利安 在漫画中 实际上是和雷姆利亚 共同冒险的伙伴 虽然实力无法与解放 银之勇者力量的雷姆利亚 相提并论 但最终决战时 还是展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 是个十分可靠的伙伴 与利安一样 在动画中 故作高深 总是莫名其妙的 说些假大空预言的仙道师 在漫画中 实际上是位强而有力的战友 真实身份是最终boss 巴罗尔的兄弟和战友 是巴罗尔拯救世界 斩断神魔宿命计划的 重要参与者和执行者 结果由于设定修改和剧情的删减 让他变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神棍 而动画中 因为人类背叛 就黑化想要向人类报复的 最终boss巴罗尔 实际上是一位 类似鲁鲁修的反英雄 作为上一次战争的幸存者 身为金之俑者的巴罗尔 在目睹了诸多的死亡后意识到 只要聚集魔族力量的魔岛森林还在 人类与魔族的战斗就不会停止 于是以一人之力 吸收了魔岛森林的全部力量 化为最强魔王 然后借由仙道师之手 培养继承银之俑者和青铜之俑者力量的 雷姆利亚与米修成长 最终借由二人之手 将集全部魔岛之力的自己消灭 以此斩断人类与魔族之间 往复循环的战争 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雷姆利亚的亲生父亲 在漫画中 杀死雷姆利亚的巴罗尔 会因为女儿的死亡 和人类希望的毁灭 而悲伤和流泪 而在被复活后 觉醒银之俑者力量的雷姆利亚杀死后 他则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除此之外 动画中完全是精虫上脑的不安 在漫画中是利安的父亲 虽然与动画中一样 做着贩卖奴隶 诱骗那些被利欲重昏头脑的人类 堕落成兽人等卑劣行为 利安甚至因此和他断绝了妇女关系 但实际上 正是为了保全女儿的性命 不安才出卖自己的灵魂 成为巴罗尔的爪牙 而最终不安为了保护利安而死 可以说既完成了一名父亲的使命 也为过往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最后要说的就是被改的最惨的男主角米修 这个在动画中不断吃饼送人头的青铜之勇者 在漫画中的实力 仅次于最终boss巴罗尔和银之勇者力量 完全开放的雷姆利亚 虽然同样在最终决战前 被巴罗尔的手下俯过 但原因是其一人力战四天王中的两位 造成对方一死一重伤后 力竭的米修才被巴罗尔的手下捡了人头 之前说过在极黑之翼巴鲁基萨斯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后来梦幻模拟战角色的图形 例如最终boss巴罗尔 这是漫画中的巴罗尔 是不是与梦幻模拟战二中的帝王贝伦哈鲁特十分相似 而动画版中的巴罗尔 显然就是梦幻模拟战一中的帝国将军泽鲁特 还有仙道师 无论外形还是与主角的关系 都可以看到梦幻模拟战二中老庸者亚伦的影子 总的来说 对于本片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再去看一遍漫画版 无论剧情还是画风 都足够让你用完一整包纸巾 我知道你们和我想的一样 是怕被剧情感动 看得泪流不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冷门作品视频制作不易 还请喜欢的小伙伴 不要忘了帮忙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